我 几十年来 养成了每天要走一万步的见走的习惯 一万步大概花一个半小时 为了不想白白浪费的一个半小时 我就会一边走路一边来看书 我把它叫做走毒 当然 走毒一定要在安全地方 像我就在公园一个安全的角落里面走毒 这次 到上海要闭关15天 我想那这老老实实待在书桌盘看书了 没想到 我们这次闭关的嘉宏酒店 给我提供了住所 有这么一个 阳台 让我可以继续走毒 今天呢 我要看的就是 今天我读的就是希腊 哲学比较轻松一点 那希腊哲学 是欧洲文明的字母 那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 亚里士多德 那正好今天呢 看到了是 今天正好读到 亚里士多德 现在就开始 开始我的走毒 好 当然,在这边走路的速度要比较慢一点 也走不了一万步,不过最起码可以每天走到5000步 好